歡迎大家收看午夜廣場《真是好科學》 又和大家見面 今晚我們會找一個比較科幻的題目去講 我們講時空旅行 我們有文豪、Derek和Helen一起去談談 這個我都認為頗有趣 雖然科幻一點 但其實我們更多希望用一個比較科學的角度 去切入討論這些問題 你說時空旅行 我自問會都會看一些科幻片 亦有很多科幻片是以這個穿越時空來做題材 你們看不看這些? 我也看的 如果你說小時候開始看 就是冰當 現在是多麗夢 拉開圍種時光機 小時候都聽到大了 很開心 你說近年比較刺激到我的就是Interstellar 當中又說很多時間不同 很符合科學理論 我自己沒有很多概念 即是會提到什麼衝動 又說去到星球裏面的重力不同 然後又說這裏三個小時上面就過了幾多年的那種 那文豪呢 你作為一個物理人 你看不看這些? 我其實就相對來說少一些 因為 做過行也不可以說的 不過剛才說的 叮當那套卡通片 也是一個挺有趣的 因為它可以回到以前 可以看恐龍 就是那些時代 這個也是挺有趣的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說科幻片那些 我就比較少看 當然也有接觸過 不過我又不覺得很特別 Alan 剛才Derek說的Interstellar是一個經典 我想補充一下 其實對於我們看叮當的時候 除了時光機之外 我們講時空 即是時間和空間 它那套粉紅色的錘耳門 已經是跨越空間的事 跟著那個在櫃桶那就是時光機 它要分開兩個東西來做 但其實我想 根據我稍後會講到 其實根據科學 就不需要分開兩個機 其實它也是可以設定在哪個地點的 其實不是這樣說的 因為應該沒有人做到這個機 否則我們自己 已經是很多人會先用來發現 但我們正式講一些很硬的科學的時候 就是要從一些軟的東西開始講 我想這個high一點點 一些比較哲理性的話題就是 大家怎麼看時間這件事 純粹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心理上的概念 如果我不是讀物理學 你告訴我時間不是絕對 我是很容易接受的 上課的時候我是到日預練的 歡樂的時間我過得得很快 你說時間有時留得快點慢點 我是相信的 就算我不是讀科學來講 但是你自己心目中對時間有什麼概念 我自己看時間的話 老實講是憑感覺的 如果你說在經歷一些事情 打機的時間過得特別快 但是如果你說你真的這樣問我的時候 我就真的會覺得 時鐘上面那些秒針分針一邊轉 對我來說就是時間流勢 或者天黑夜晚一邊看著外面的環境 對我來說就是時間不斷地流動的感覺 你有沒有試過小時候弄過25厘米長的聖調鑰匙 然後一個時間一秒有沒有做過這些 我沒有這麼耐性 我覺得時間對我來說 和Derek講的一樣就是個鐘 究竟我們每一天都是生活的時候 應該有多少點做什麼 其實好像和自然的關係 未必是這麼密切 除了一件事 當時天黑夜晚一時天黑 大家就會去想 究竟什麼時候天亮天黑 和我們自己的作息的時間有沒有關係 或者對我來說 是我身邊的東西不斷地變流動 那一刻我就覺得時間正在去 周而律之外慢慢變老 有一個時間概念 當然你說如果根據二力學 就會用Entropy定義一個時間方向 那個叫雙的概念 但我想問問好一件事 剛才我們都會提到 就是很多時候依靠一個標準的計時裝置 現在我們是怎樣去 有什麼標準裝置去數時間 如果你說現代來說數時間 就用一個原子的衰變 作為一個計算 就用了好像C時銀 不知幾分之幾的衰變時間 就等於一秒去定義 這種純粹是做一個標準化 以前就是用的鐘擺就算了 因為鐘擺在不同的地區 有機會會不同 譬如你在南極擺 和你在赤道 或者你在不同的星球等等 其實會有影響 原因是因為我們地球會自尊 所以會影響那個重力 那個大小 因為它有些 我們叫做射處高科生 即是離心力 會影響到 譬如在赤道有一個轉動 會令到那個引力 相對感覺上是小了 所以令到鐘擺有機會影響 是的 我記得一個period 等於2.4L 但剛才你說鐘擺 才跟那個atomic cog不同 那我的錶呢? 我的錶又不是真的在靠鐘擺 有些人譬如說 用石鷹 大約在1秒內的震動是2萬多次 都可以的 你可以用那種 其實是要跟環境不影響 即是它不會被環境影響到 如果你說粒子衰變 我們暫時來講 就知道它不受任何環境 純粒子的反應 亦都不會是外來的電流電波干擾 引力干擾 它是一個純粹在原子裡面的 它純粹是random motion 它是一個機會率 所以那個在長時間來說 我們認爲 即是原來科學認爲都是不變的 所以拿那個做一個定義 就是一個標準的Oxalator 我們會說 一個標準震動的東西 就是幫它數 怎樣為止1秒 即是由鐘擺 轉到去用這些 原子裡面的一些活動 去描述時間 其實是在科學上的一個進步 從這裡開始幫我們定義一個時間的概念 究竟你說那些時間是否有始有終 你問宇宙學的人就有個開始 但終結題就不知道 時間是相對還是絕對 我想問Derek和Helen 你們會覺得如果有人告訴你可以穿梭時空 例如你看卡通片 小時候當然不會想為什麼 但我不知道你們會長大一點 就算你們沒有興趣讀物理這些也好 你會否覺得科學上 應該有些方法可以幫我們時空穿梭 你會不會想像一下這些 我當然是 我會想像的 其實我都不是沒有興趣到你 不過能力所限 我自己去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特別要穿越未來 特別我看完Interstellar 那套戲之後 那些人經常都說 裡面的計算和現象 很符合物理定律 甚至是很符合計算的 這些我自己都很有興趣想知道 是否科學上有一些理論 的而且確是 Belan 不是科幻的 可以幫我們做到這些事情 我沒有想到那麼遠 不過還是第一句 我不是對你沒有興趣 如果不考試的話 我讀了之後 發覺自己原來沒有興趣 我是這些 但我覺得那個概念 就是以前的人 對於時空的概念 跟我們現在應該不同 以前可能我們現在由這裡 譬如你想去台灣旅行 要怎麼做 搭船不知道要多久 但現在可能飛機 兩夜都到 對於他們以前的人來說 我們是在做一個時空旅行 但是用很短的時間 就可以跨越了一段 對於他們來說 很長的時間和空間 所以如果科技再發展 人可以更加快 去到更加圓 其實都不出奇 其實旅行本身就是一種時空旅行 文豪又要問一下你 一個時空旅行 真的如果有人要編寫個科學影片 要找一些科學根據 你覺得有甚麼科學根據 可以叫做幫忙去設計這個故事 我想首先要想清楚 時空旅行本身可不可能 就是有些人 我們都幻想有希望 可以回到以前改變了 我今天就不會後悔了 通常都是在這樣的環境下 會想到時空旅行 但其實在早期的時候 哲學家早在想一個問題 就是有沒有可能 可以回到以前或前面 就是未來 所以他們在想時間 究竟性質是怎樣 所以早期的時候 主要有兩個派別 一個就是我們叫做 A theory of time A theory of time 一種是B theory of time 一種是B theory of time 因為當時不能想到的名字 A theory of time A其實屬於動態時間 即是時間有流動 就像我們覺得時間會流勢 那樣 這個早期的人 就覺得時間是一種動態 就像你坐在那裡 時間不斷在那裡走過 即你甚麼都不做到時間 我們就坐上一個時間瘋艇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控制 你回不到以前 也去不到未來 因為你是被動的 時間不斷在那裡流動 另一種人 就是時間是正態 其實你可以回去以前 你可以去未來 所以 如果是正態 你有權在上面運動 沒錯 你可以走去前 又可以走去後 所以時間是正態 這一種的想法 其實早期沒有人認為 因為大家都覺得時間會流動 但後來去到相對論的發現 就是因為大家可以發現 時間有相對性 即是說你的時間 和我的時間有機會不同 就變成了時間 不是一個客觀地流動的一個情況 我明白了 甚麼是你的時間和我的時間不同 雖然我都知道 你是在過歡樂時光 或是一個苦悶時光 是否不同 其實如果你說相對論裡 有一種叫做同時相對性 即是說 你看到一些事情是同時發生的 但對於一個可能動 好像是光速一樣 差不多接近光速的人 他們看到兩件事發生是可以不同的 即是大家看到同一件事情 但有人就覺得它是同時發生 有人就覺得不是同時發生 所以就變成了 有些人就覺得 原來時間就沒有了一個 所謂客觀的絕對性 即是同時這件事不是絕對的 不是絕對的 有些人就覺得 時間動態就好像不太符合這個說法 所以現在比較多人 就會接受一種所謂靜態的時間 即是說 其實我們看的時間是有相對性 即是每個人都看的 就好像不同 就像Anna Sandler 有些人覺得時間很長 那十幾年 但有些人就只覺得那三分鐘 即是最後的爸爸老的女兒 即是說我的錶是十二點 可能坐著一個很快的太空船的人 那個人的錶也是十二點 即是說我和他一起說 現在是十二點了 那個意思就是不同 其實有機會 因為你經歷的一分鐘 和我經歷的一分鐘很不同 通常來說 就是越接近光速的人 即是他們的時間會走得慢一點 相對於不接近光速 即是學生遲到的理由 就是我剛才接近光速的 其實是可以的 所以我的十二點和你的十二點不同 即是你的鐘和我的鐘也不同 所以你說遲到 我其實可能沒有遲到 那些人可以多一個帳頭 其實可以的 但你叫你光速跑不大問題 我不知道可不可行 即是有些卡通片說 有些人可以光速運動 可以打架的 這些題目是外話 但我知道一般人都不能做到 所以我想 你將這個理由 作為一個所謂合法理由 去告訴老師 這是開玩笑的 這是期待更加嚴重的刑罰 我想在這一節 即是這些閒話說到這裡 我們在第二節 真是比較仔細地說一下 相對論入面 對於時空旅行 有甚麼含意在背後 我們下一節繼續 真是科學講時空旅行 旅行第二節 講得這件事不可以不提相距論 文豪在這裡 一定要問他相距論 要問一下你 相對論對於和時空旅行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甚麼關係 為甚麼我們會認為相對論這件事 可以提供一個時空旅行的科學根基 如果認真地說 其實相對論是否可以提供到時空旅行的根基 這是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反而覺得不行 因為大家也知道 相對論是說 我們不可以接近光速 或者是超越光速 不可以超越光速 所以反而限制你的能力有機會 說回相對論的基本 其實我們通常說 相對論的基本就是 光速不變 即是無論你看到的光速 和我正在動的時候 看的光速都是不變的 就是每秒30萬公里 即是任何人任何物體 他經歷任何物理運動的時候 他看到光速這件事都是 沒錯 這個其實最初是源自於 麥克斯維方程的電動電磁理論 早期的時候就發現 原來麥克斯的電磁 那裡說 那個光速是不變的 其實是independent 在任何的座標底下 都會是那個數值 當時人們就不相信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光速是即光 是需要有一個媒介 我們就叫以太 還有我們會想 就是光是有一個速度的 沒錯 有一個速度就有得追 沒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那張斯坦小時候的故事 他問老師 我如果飛得很快很快很快 OK 小朋友說話這樣做一下 飛到接近光速 我拿一塊鏡出來 我看不看到自己的樣子 甚至我快到我追到光 我追到我面部發脆的光 那我拿一塊鏡出來 我還照不看到自己的樣子 你會怎樣猜 想像不到 我首先會猜一下老師會怎樣回答 老師當時就覺得 這些師傅是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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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事實上 愛因斯坦認為馬克思維方程是對的 其實這個認為是對的 其實有些所謂實現的 沒有的 完全是直覺的 他認為是對的 所以他在基礎上去想 如果這次光速真的不變 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他從這樣的想法 再加上一個相對性的原理 即是說 如果在外太空裏面 我不動 你動 對於你來說 其實我也是在動的 例如你看在火車裏面 有時不知道哪個火車會動 所以靜止的角度是相對的 其實不止愛因斯坦有問題 因為龐卡羅應該有想法 早期已經知道 相對性原理很早期已經有 所以它是結合了光速不變 再加上相對性原理 推導了一個所謂合意相對論 所以這是一個基礎 後來就有一個叫 Michael Sun-Morley experiment 證實了愛因斯坦這個 所謂基本假設的光速不變是對的 而且是沒有一個媒傳播的需要 沒錯 沒有一個傳播的需要 以太這些概念就丟走了 所以這個基礎上 告訴我們 其實時間是有一個所謂相對性的 即是說如果你走得快的話 你會感受到時鐘會慢了 真的慢了那個時間 不只是感受 是你的錶 你各樣東西 你的衰老也會慢 如果你接近光速的話 而且空間也會收窄等等 所以也都將時間和空間連在一起 這就是合意相對的 我想問一件事 剛才你說那些衰老 時鐘都會慢 但如果我置身其中 真是接近光速走 我是會覺得正常的速度 還是 你覺得正常的 但實際上人家發覺 你的時間慢了 就是看你的時間慢了 不好意思 其實我們講了這麼久 是好看觀測者在哪裏 沒錯沒錯 如果我們停留在我們現在這個時間 我們其實觀察到 即使外面發生其他事 我們都不會知道 不是不會知道 大家看的角度 看出來的結果 例如我們現在這樣談 但如果有一天 突然地球是用光速這樣走 我們其實沒事的 我們覺得一秒兩秒這樣走 但如果相對於一個 對於不是光速這樣走的人 來看我們 就發覺我們的鐘很慢 我們的動作很慢 我們個人也很慢 這就是所謂的時間相對性的問題 如果那個CCM Atom 剛才我們不是說過 剛才你不是提及過 CCM那個原子的衰變 在哪裏都一樣的 如果一個是用光速走 一個是靜止狀態 那他們那個一秒是否一樣 不同 因為正正時間已經慢了 所以那個衰變都會慢了 這是在實驗做到的 我可以這樣講 在舊有的觀念裏 我們就會猜 光就好像一個在池塘上的漣漪 我跑得快是有權追得到的 甚至聲音我們也要追 有些超音速 但光就不可以做這件事 舊有的概念我們以為光有得追 我一時看問 如果落髮頸去 我可以快到地步 我最後是看不到自己的樣子 因為我已經追到我們面部發出來的光 換來我們就可以保證大家的時間 概念大家渺渺都是一樣 但是由這開始 我會叫一個paradigm shift 可能就是由相對論的理論 告訴我 就是如果我們放棄這些傳統的想法 我們用麥克爾森摩尼這個實驗的結果 忘記了 應該說接受了這個光 真空傳播 不需要任何媒介 光並不像池塘上的漣漪 接受光在任何場合都要是不變的話 我們的代價就是其他東西 當光變成唯一絕對的時候 其他東西就要變得相對 其中一個犧牲的概念就是 時間空間 沒錯 沒錯 我想問一個傻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大家這麼堅持光速 在什麼情況之下都一定是不變的 這個好問題 因為其實最初大家都不相信這件事 正正就是 但問題就是那個 麥克爾森摩尼的 experiment 告訴我們 光速在不同的角度 因為地球正在動 所以它在不同的方向 它都度過光速 發覺都是不變 而後來我們再基於相對論的結果 我們再做一些實驗 其實相合而相對有很多實驗的證明 是正常對的 所以我發現它的衰變時間 正如相對論的預測 是慢了的時間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相當好的 就是很有實驗基礎 去令我們相信 即是相對的正常 開頭就是理論鼓吹 但後來實驗都支持這一種的方法 沒錯 我聽過一個是不是就是Muron 是一個衰變得很快的 10atomic particle Cosmic Muron 如果我們在那些粒子加速機 把它加到很高速度的時候 它的衰變時間似乎是長了 它可以長 即是很久都不死 是不是這意味 其實對於那個粒子來說 它經歷的時間 或者它裡面的時鐘 我們看到它是 它以為自己都這麼快就衰變了 但是我們看到它就慢了 因為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是靜止 它就很快了 所以我們看到它的時間慢了 就是這樣 其實我想跟生命的關係 因為你本身建構生命的物理系統的底子 已經是整個時間慢了 所以真的去到一個 新陳代謝層面的時候 我們都完全感覺到 沒有一種主觀感覺到 這種時間變慢 其實真的從整個 從物理上已經改變了這件事 這個就是客義相對論的說法 但後來 歐恩斯坦就再去想想 一些比較廣義 可能去到一個大一點的尺度 或者是有重力等等 因為客義相對論本身的重力 其實是沒有考慮到的 但是去到後來 沒有考慮高速度 所以它就用了十幾年的時間 再建立一個大型的理論 就叫做廣義相對論 那裡就不是純粹是接近光速 在重力底下 都會影響到時間和空間等等 所以重力也是另一個因素 會影響到時間會慢了等等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客義相對論 剛才你提到的是速度的問題 廣義相對論就是重力的問題 對於我們一般人來說 這兩樣東西完全沒有關係 為什麼會將它們 擺在相對論上 這個都涉及到 因為廣義相對論 它重力會影響到空間的形狀 我們經常聽說 重力會影響到空間 扭曲的空間 所以令到它的空間 即時空 剛才我講的是時間和空間合起來 所以影響到整個時空 所以它也影響到時間 即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聽下去兩樣好像不同的東西 但其實在某一些數學的情況下 其實它們是在講類似的東西 那是不是真的 我們不可以講時間旅行 一定是時空旅行 因為兩樣東西都受影響 理論上是 因為兩者之間其實是揭連的 你可以說你不可以獨立去看 即是早期牛頓就將空間和時間 完全分開 但愛因斯坦認為兩者是同一件事 你只可以講時空 即是這樣的意思 其實我們之前預備這節節目的時候 都有談過 你們有沒有聽過那個 就是孖山兄弟的那個說法 你覺得奇怪嗎 那個故事 你說孖山兄弟那個是一個很高速的走路 一個很高速的走路 然後發現他們兩個的年紀不久 一個年輕的那個 你覺得符合不符合那個 信不信這件事 我剛才聽完你去理解 一個高速移動的人 但其實他整個的身材代謝 他的經驗時間 其實都不會有分別的時候 我現在就偏向能夠接受到 因為他經歷的時間 他又不會覺得自己走得快了 走得慢了 你要有多快呢 在我們有生之年大概一百年裏面 究竟我們要走得多快 我們才可以在這一百年裏面見到分別 你視乎那個速度 即是越接近光速 你的時間越慢 人頂不信 你這個人頂不信 意思是說你接近光速頂不信 我們假設他可以接近光速 事實上我們人可能未必做得到 但如果你真的可以好像很光速地悲行 其實你的時間可以慢很多 那個分別是可以很明顯的 就算Incent Seller 那個戲 其實就是因為重力 那個原因令到他慢了 但其實那個明顯 你見到一個人一百歲 一個人四十歲 你講的那種接近光速頂不頂不頂 是很視乎我們怎樣加速去到光速 其實如果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慢慢將你去 即是好像你開車給油 一路踩你的油 不要一下子大力按得太緊要 所以不是說time span 我們條命機一百年 到底要走得多快 有人都真的去計算 但是就 以現有的科技來講 這個忘記的 我記得曾經做功課計的數 你要計算一下 如果我們要跟地球的地心加速度 將個人慢慢加速到接近光速 其實是上百年 這幾年 似乎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想這是一個想像 其實實際的 沒有人做過的實驗 真是說 兩人和一個好股子的高速回來 大家的年紀不同 但是我們不知 不過我們從那些粒子實驗就做過 真是看到他們的衰變 或者經歷的時間真的慢了 這是真的 你將一個人 這麼大堆東西慢慢加速很難 但是粒子我們就經常做 我們就憑著一個粒子的基本單元的經驗 我們就接受了這個相對論 其實剛才所講的 Train Paradox 那個雙生子樣貌 我們還未解釋 我們留下第三節 又問問問問浩餅 你怎樣理解這個 物理上很出名的 Train Paradox的問題 以及它的和相對論的關係 真的很誇張 時間旅行 其實來到第三節 其實第二節結尾 我們說到 很出名的Train Paradox 說到一個孵生兄弟的樣貌 其實我也有些問題想問 在那個Paradox 上面 一個是留在地球 一個是光速地移動 然後就說似乎光速移動的那個人,那個鐘就會走得慢一點 但其實站在地球那裏就看到他的孖生兄弟以光速離開 但坐在太空船那個人都看到其實他走近 他以為那裏坐著地球離開 他就好像覺得他坐著地球離開 那我怎知道誰的鐘會慢一點呢 其實為甚麼這個叫Paradocs 因為很多人提出這個問題 究竟怎樣去處理誰比較年輕的問題 你又覺得好像他扮演了,另外一個又覺得你扮演了 其實這個說法就是他要有一個回來的過程 因為他假設有一個孖生兄弟,高速離開地球 如果理論上他不回來的話,大家就這樣各自成,他不會再見 但是因為你要比較兩個,誰比較年輕一點 所以他要經歷一個翻轉頭的過程 翻轉頭的過程就涉及到一定是有一個改變方向 就是你向前,你要先回後,你要先煞制 然後就調轉頭,再向另一個方向加速 所以他涉及到所謂加速的過程 涉及到加速過程,其實合意相對量就不能用 所以剛才我們說,為甚麼有一個人特別年輕一個沒有 合意相對量的公式裡面是沒有加速的 所以一試過加速你就可能要用多一點 可能有些類似廣義相對或者一些另外的工具 所以你一用到其他的方向 我們都會發現,從一個數學去計算等等 都會發現高速離開地球再回來的那個人的時間是慢一點的 它涉及到一個加速過程 加速是不相對的 因為對於真的沒有加速站在地球的那個人 其實他真的沒有加速的 但對於那個人離開地球真的有加速的 所以他擺盤水在看照片 他發覺加速的時候整個水面離開了 但他沒有加速那個人就沒有平的 所以加速本身是不相對的 所以就是說其實加速的那個人的時間 一般來說就會有得慢一點 你可以這樣說,所以他經歷了這個過程 所以他的時間相對於在地球的人就走得慢一點 所以他最後離開地球,再回來的那個人是年輕一點的 再看回地球的那個人就老一點 我聽到其實在科學的理論上 我要減慢一樣東西的時間 以致到他可以,我不僅要跑得快 還要加速,有加速,要掉頭,跑回頭 其實在理論層面上也挺可行的 我要這樣做 你要比較就是,其實你可以不比較 大家互相走也可以 但是你要真的要比較回來 我年輕一點,你老一點 那就涉及到所謂的加速減速過程 不過這個就在實驗上面我們比較難做 就是因為你控制得很好 所以我們暫時只是說他接近光速的時候 我們有些實驗可以看到他的時間 相對上慢一點,相對於我們來說 但是你說真的要對比兩個人的年紀 或者這樣,暫時我們在實驗上面 就沒有一個能力可以做到這樣 是的,我可不可以憑著自己的努力 跑多一點步,令自己年輕一點 就是讓時間流勢都沒有那麼快 這個說法實不實際呢? 我想也不是很實際 因為你跑到寶特一樣 就是很快的寶特 就是在寶特的速度加速度 擺進去那個時候 你見寶特都是這樣跟我們一起衰老,你就知道 所以大家都知道,因為我們要很接近光速 每秒30萬公里 我當你每秒10米 每秒40公里 就是40公里,跟30萬公里相差很多 但我想問到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剛才一直在說的 都是怎樣可以減慢時鐘行的速度 但如果我們說時空旅行 是要回到過往的話 似乎又不是我們剛才的理論所能夠包含得到 因為通常我們說時空旅行 最多人說就是涉及到黑洞 現在有些新聞說,有些人說我從未來來回來 其實你問他怎樣回來 其實很多時候都說我透過黑洞 不知道怎樣出來 所以黑洞 或者有些人說的蟲洞等等 其實就是比較多人說時空旅行那種方式 所以黑洞在廣義相對裡面有一個數學解 它就是有無限這麼大的質量 質量不是無眼大 但是它可以在時空上面有一點 我們稱之為奇點 它的密度是無眼大 所以就形成了一個時空 好像你經常看的那些片 就說粒到粒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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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跌了出來 因為那些位置連光 它以為自己走直線 但其實就已經是屈曲了 但光也出不了來,就跌了下去 實際操作是怎樣做的 譬如我們看Interstellar 說它們是圍繞著黑洞的行星 黑洞都扔我彎回來 但是始終都是走慢了的問題 其實怎樣可以操作到 因為有這些黑洞可以去到未來 有些人可以回到過去呢 這個就涉及到不只是時間長短了的問題 那麼簡單 通常那些人說法就是跌了黑洞 解釋你不死 剛好旁邊或者附近有另一個黑洞 或者很遠的黑洞 它有機會就有一個隧道 由一個黑洞連接到另一個黑洞 一般我們通常就叫做蟲洞 另外出口就叫白洞 就是有些人說出的 出一個出一個出 黑洞跟著走一個重洞 好像海底隧道 然後就是白洞出回來 這個就是通常人說時空旅行 或者去到很遠的星球 通常採用那個所謂的理論模型 就是這樣 但是我有一個問題 如果兩邊都是黑洞的話 黑洞是吸東西的 兩邊都吸塵機 為什麼這裡吸了過去 那邊會噴出來又出得來 這個也有趣 其實黑洞不是什麼都只是吸的 這個我們早期就是這樣想 但是後期霍金就已經打破了這個想法 就是黑洞可以有東西發出來 就是我們所謂的霍金輻射 就是量子物理加入了廣義商店裡面 有些可能性就是它會釋放一些粒子出來的 所以其實黑洞是不是完全是吸的 又不是的 它有機會可以在某些情況下 它會有些東西釋放出來 只要有個重洞連接著 黑洞入 就是所謂黑洞出 或者白洞出 其實是有可能的 但是都是空間而已 那個時間 剛才都說的時間和空間都是連接的 所以你這樣的經歷 其實都是有一個時間的travel 我們叫它去前還是去後 這個就很難這麼說 因為什麼叫前後這個問題 我們通常看任何星系 都好像他們的早期來的 所以你去到那裡 其實相對於哪一個來說 所謂前後 這個就我想不只是說前後的問題 而是你真的可以去到另一個地方 快過光速地去另一個地方 所以就變成了一個所謂的時空旅行 我想用快過光速這個字 是很敏感的 我想它直接把空間拉過來 令你根本不需要跨越這麼遠的空間 就是要隨意門 是的 隨意門 但是也要補充一句 這樣的說法都是一個很構想為主 就是我們暫時都沒有一個實際的證據 觀察證據也好 或者理論證據也好 數學解你也知道不一定存在 譬如我們經常說 有數學解就不等於物理解 就是數學解可以在物理上 你以前讀數學都知道是reject的 有些solution 是嗎 是的 但是數學家就不會reject它 數學家就是保留它 它可能有一些可能性 物理的意義都有不定 但是我們暫時還未確定到 它那個數學解是否真是一個物理的秘訣 是的 我覺得以前計算的不是相對論的數 你計算一些可能和電路有關的數 原來那個是虛數解 是有時有些意義的 所以我保留了一個希望 如果是相對論的那裡 我都認識的那裡也是這樣 不可以這麼快就reject了 這些solution 所以正正正的 數學家就會比較傾向 這些保留著 可能我有機會可以實現到 我繼續有研究題目 我當剛才那樣東西work 在物理層面上 我可以回到以前的時間才算 我聽過另外一個paradox 叫做grandfather paradox 就是說如果我走之前 我殺了我祖父 那種父母又不會生到 父母那一輩 我自己又不存在了 其實在科學上或者相對論上 怎樣去理解這一類的 這件事就是破壞因果律 是的 這個就是因果律 就是看你認為因果律 本身是否一個必然正確的想法 通常就說 我祖父都不在那裡 那我會不會存在呢 這個如果純粹從因果律來講 其實它就不可能 所以有些人相信因果律的話 你就會覺得 它不可以做到這件事 所以它就認為時空穿梭是不可能的 純粹因果律 就認為時空穿梭是不可能的 但是也有些人看法就說 不是的 我回到之前的世界 其實現時的世界仍然在走路 所以就變成了一個平衡時空 平衡時空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平衡時空 就變成了各自各獨立運作 就算我祖父買了都不緊 你越是做一個時空旅行 越是做一個時空旅行 才會產生另一個平衡時空 沒錯沒錯 那你就變成了我祖父在那裡 都不緊要 因為我自己運作 就是這樣的意思 那這樣就好像人類很自大 就是覺得自己做了一次時空旅行 就會令它產生另一個平衡時空 還是平衡時空是說 是偏文數字那麼多 只不過我回到頭 我以為我回到頭的時候 可能隨便走到哪個角度 這個平衡時空 最初的說法就是 因為量子力學 它容許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說 如果用平衡時空 可能假設它對 因為這是一個想法 就正正因為量子力學 提供到這個可能性 就是說你每一次回 就會創造了一些新的空間 或者時空 就變成了 我想就不是自然之大問題 量子力學都一樣 我很喜歡講世事務絕對 有很多的可能性 是平衡地發生 只不過是我們在看一個機率 甚至是Richard Feynman 他也有一套 有個formulism 那些量子的描述 就是專門講這些世界觀念 我想問一問 在相對論自己本身 他對於因果律 能否給到一些答案 我是否因為純粹憑我信 還是不信這個因果律 他決定有沒有可能時空去旅行 但是在自己相對論的框架裡面 他容許這件事 如果合以相對論的框架裡面 其實他是不容許的 因為我們根本不能等同光束 我們只是可以接近它 你只可以接近它 你越接近它 就越來越難加速了 所以你接近不到 基本上你都不能夠 令到那個時間無限延長 所以你終極量 你只是時間停止 你不能夠回到以前 但是如果你是從 廣義相對的角度 就剛才所說的 所謂從動的那些 那就有可能了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比較大的爭議性 究竟時空旅行 是否一個可能性 所以有些人認為是可能的 有些人認為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想 單從現在那個理論 或者從科學的角度 我們不能夠排除 但也未能夠證實 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 大家都是 就是你有你講句 有他講的那種 那是否真的沒有實驗可以做到 譬如我們有這麼多粒子加速器 那些全部都不行的 暫時不行的 但可不可以說 我們只能控制我去 邁向未來 邁向得快些還是慢些 暫時我們都 暫時未去到 調轉的時間前後 暫時去向前 就是跟著時間向前 但我們回頭都不行的 好了 我們這節先講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繼續講些時空旅行的話題 真是科學時空旅行來到第四節 第四節真是要講些硬正一點 深一點的東西 但我們講深的目的 不是純粹讓大家不明白的 我們真是很希望探究一下 真是如果要時空旅行 要實現的時候 那個科學基礎要怎樣幫忙去砌這些東西 所以大家不明白 都繼續去問 剛才講到它那個 就是twin paradox那樣東西 怎樣去解構 甚至乎不小心帶出黑洞和蟲洞這些問題 似乎就是說 有一個希望 我不知道實際可不可行 總是要透過一些能量 即是因為質量很大的東西 重力長很高的東西 你去幫我將時空去扭曲它 扭曲而已 就好像一張紙一樣 即是保齡球放在床單上去曲了 但是具體上它怎麼接呢 如果真的由一點可以收起接到另一點 打通它 那就一個隧道 在時間軸上這樣接它 就時光機 而具體上可不可行 這些我自己也不清楚 其實我想問問問問 你具體上有否聽人做的理論 純粋真是由相對論來砌一砌 把一些類似有時空穿梭效果出來 其實就 在廣義相對論的角度上 你加入了一些量子物理 可以進去一個相反的 有人嘗試過 把人家做到 close Piece 即是一個 將時間軸 未來要怎樣設計 沒錯,它有這樣的數學解 但我剛才也說過數學解不代表在物理上一定可以出現 就算物理真的出現,也不代表它有一個穩定 它可能瞬間會消失 即是任何解,你得出來必須有一個時間的穩定性 即是它只是-40秒時間才出現一次 你未經歷,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閃眼都已經沒有很多次了 所以你未必能夠掌握到那些情況 即是整出來也很不穩定 但我如何理解一個數學解為之不穩定 那有沒有一個形象化的演繹呢 如果你說它不穩定,即是它瞬間即使在時間上 或者它本身很容易受其它的影響,它就會沒有了 例如你放一支筆,或者雞蛋 你都玩過現世,要動起它,不容易的 其實你可以動得起的 其實有機會可以在某些位置,剛好它可以站到 要好好守勢 對,要好好守勢,你的手就定住 但這個我們叫做一個平衡狀態 但是它是不穩定的平衡狀態 因為你可能有一點風吹一下,碰碰它 它就會很容易會掉下來 即是在窩底的蛋 還是在那個鑊底,鑊蓋面朝天上立起蛋 所以這些的意思,一般來說就是一些不穩定的 就是它有一個不穩定的平衡狀態 所以它有很多事情,搞一下它,碰一下它 或者你動一下它,你就會沒有了 甚至乎穿過去 你想穿過去就已經沒有了 可能已經干預了它 即是很辛苦,耗費別人物力 就算被你整理了,震一震就倒了 進去那一刻已經消失了 這是一個很差的基件 就是我們會叫做instability 不穩定這個問題 當然在具體上怎麼看 就是有些數學家自己計算才能感受到 那麥理學家怎麼看這件事呢 這個就很難說,因為數學家很多時候都會重視那個數學解 因為數學解對他們來說很近 他們經常覺得等到十幾二十年之後 那些數學解就真的可以變成真實的 有很多,例如我們說黎曼做了很多早期的dramatology 早期以為那些人沒有用的,即非歐幾何那些 但後來就用了那些 所以數學家就很喜歡做很多這些解 期待將來這個解這麼巧就可以 即是數學家聰明就聰明了,我耳神超越了 我先躲著你,你後面慢追 但是物理學家很多時候就不會走這一圖 很多時候他有自己的感覺 他覺得這個數學解對我們暫時 不會說完全不可能 但是他們都會審慎一點 可能有些實際的實驗或者觀察 真的見到有可能才會考慮 即是對那些引擎人來說 他應該會說,如果體明這樣坐在那裡 他應該會告訴你,沒有可能的 所以看看你怎樣去看這個問題 那他做一個噴石引擎加速 其實在物理上我們都比較動視的現象 或者實驗層面 其實現在so far有沒有人用實驗的方式 很初步,譬如以粒子的層面也好 去試一下這些所謂時空穿梭可不可行 暫時未有任何 假設我們剛才說做黑洞 我們現在嘗試用那些大型粒子加速器 有些人說微型黑洞的那些 暫時都未有一個實質證據可以做到 但是這個純粹是一個理論 有些人認為宇宙都存在了很多這些微型黑洞 或者很多我們叫原生的黑洞 我想最重要的是 首先你要有一顆黑洞 讓你自己試一下去扭下時空 現在連整個東西都不行 我們不能夠做到一個人造黑洞 我們暫時沒有這樣的能力 那是差什麼呢? 第一,有沒有這些都是一個 這個都是比較規定的 如果你有去做 有人就說你滅世沒力了 你弄黑洞出去吸到地球怎麼辦 但是暫時做 有沒有這件事我們都不是很確定 就算有的話我們要做 因為我們暫時對黑洞的理論 未去到一個完全操作控制的一個地步 所以我們暫時沒有辦法可以人手做到 你把地球壓到蘋果這麼小就有一個黑洞 太自然就好像產生黑洞就很容易 但是我們有的科技我們還沒有做到 即是解釋不到或者叫做 現在我們有的關係 可能相對論或者黑洞的認知 其實是講不到怎樣可以做到一個 時空旅行的機器或者是隧道 純數學的方法我們講到 但是你說是不是真的確定 就一定不確定 所以也沒有其他可行的理論 或者方式可以做到的 暫時我想比較可能性就是黑洞 這種說法 其他暫時都沒有 還有你說白洞 那些會有地方出東西 那我們在天文觀察 有沒有人真的見到很不正常地出很多東西 是的 我們都沒有見過 所以變成就是 大家都好像覺得這些都是 只有一個講字 或者是構想成為主 那沒有辦法 就只能夠在五項廣場這裡 講兩講就算了 其實我自己也有留意過一些理論的嘗試 去遵從這個廣義相對論的規則 亦都是嘗試去建構一些 會不會可以將這些時間 或者空間點接疊的一些東西 其實阿文露剛才提及了其中一個 但其實總體上來講 這類這樣的研究 在理論層面 都還是遇到幾個大問題 一個就是我剛才講的 就是那個stability 的問題 就是最後我們真的 就算讓你計算出來 整理到一個數學解 但是數學解是不穩定的 你未出發下去 它已經會整個系統崩潰了 可能有科幻片 他甚至提及過 你一會過這個時光隧道的時候 你不要伸手去摸那邊 很大件事 我先講給別人聽聽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通常你要將那個空間接疊 你的時空在那裏屈曲得很厲害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你突然間有一點 那個時空屈曲的變霸率很高 甚至乎去到一個無限的curvature 那個時空彎道的數值會很大 甚至無限大 這個直接影響可能是生存的問題 還有那一點你怎樣去理解 那些東西要這樣屈曲 你整個身體任何部分 可能是你的腳和你的身體上的物質 已經受到那個時空彎曲 已經有些很古怪的東西走出來了 我不知道會不會把腳摺到頭上 然後還有它需要的那個能量密度也很高 我想就算有人弄出來 你也要接著來解決 如何安全地進入黑洞通過 想到這裏極難了 但是也有人去企圖嘗試 不要這麼大野心想 將一個有生命的東西穿過去 不如試試可能會不會有些粒子都可以穿過去 但是又要面對那個問題 你一個粒子穿過去其實都是一種干擾 會不會有很不穩定 這些我都只能夠這樣空口說 我自己都沒有計過那份數 我都沒有 不過如果要穿越黑洞 其實很多科學家都提出過 你穿越它有一個很大的潮直力 好像會拉長了 甚至它進去的那個口 其實你已經觀察不到它 因為它的光出不回來 所以就算我給你扔進去也好 你只去到黑洞口 你覺得它已經停了 因為它的時間無限長 所以在那裏監察它 你監察不到它 因為你只看到它的門口 你永遠一輩子只看到它的門口 但其實已經掉了它 所以它光出不來 永遠就在邊緣那裏 無限長時間傳回來 所以就變成我們永遠都觀察不到這件事 所以我們都很難真的有辦法證明到 現時我們所謂的數學解真的對或者不對 所以變成很多人都放棄這些數學解 雖然我自己相信相對論也不可能 但有人提出過一些 可能有一種的粒子可以習慣超光速的 有的 你怎樣看這些 有些理論物理上有這樣的粒子 它叫超光速的粒子 但是暫時 真的是理論 我們已經觀察到 我們都容許它存在 就是這種理論 因為數學解是有這個 對,有這個數學解 所以它的質量是負 就變成它可以有這個形式 但它又符合相對論 因為它的質量是負 它的質量又符合相對論 所以變成有它的可能性 但我們還未觀察到 難理解的 你那些俠義相對論也識 有時有些平方再開方的東西 其實那些你便發覺 這個負的值 原來都可以在數學解 所以它的m² 就是負多少kg 就變成 如果這樣的形式存在 有些物質 你就可以符合到超光速能 如果人們找到負質量的東西 可以牽一發動全身 牽涉到其他的 甚至是時空旅行這些東西 都可以有一個理論根據 有可能 對 其實大家做過物理 都知道這些 都是假設之後 再假設之後給出來的可能性 目前這些假設你都遇不到 不要說更加艱深那些假設 那是不是即是說了整集 如果我想做時空旅行 都不用想了 用傳統方法 那就是 那種 好了 我們今集只能一點時間 介紹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個題目 我們下一集再和大家分享其他題目 再見 新一季的午夜廣場 真是科學 我們瞬間轉移到第二集 就是講瞬間轉移了 在講這個這麼有趣科幻題目之前 一定都要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都有一些 對於這一門科學 都是有興趣或有認識的人士 也是我們大家見過的主持人 先介紹給大家 在我右邊就是Andy 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的講師 本身就是分之生物的 另外在我遠一點左手邊 余海峰博士 就是香港大學 理學院的助理公司 另外在我近一點左手邊 文豪 大家應該都記得 一講物理 我和余海峰和文豪 幾個都是物理人 就是教育大學 科學與環紀學系的教授 好了 我先問你 你小時候喜歡看科文小說 講瞬間轉移的一些 你覺得得不得意 我其實一開始是看某部卡通片 就是 他總有一些徐爾門 那些是很令我吸引的 我經常想 如果人真的有徐爾門 就可以由一個地方 馬上去到另一個地方 我們去外國也好 去上班也好 可以很快地做得到 我經常都這樣想 但是就停留在科學的幻想裏面 但是我經常想研究 就是有沒有可能的呢 就是在物理框架上 有沒有這樣的東西 可以讓我們更多理解 這件事呢 但是我就是生物人 又不是完全很理解 這些門東西 所以今天就想問一下物理人 這件事在物理上 我們怎麼理解它呢 我都要問一下 物理上有沒有可能做到上間轉移 其實 首先你覺得什麼是上間轉移 如果剛才提到卡通片 丁字頭的卡通片 那個徐爾門 基本上可以是 真正的粒子 或者整個人 從一個地方 馬上去到另一個地方 這是其中一種方法 另一種方法就是 可能是用一些資訊的方法 將我自己本身的資訊 傳送到另一邊 可以借造那裡的粒子 或者借造那裡的材料 重數同樣的東西 其實也是另一種轉移方法 即是我真的寄封信給你 還是我把封信刷完之後 就傳給你 你可以一方面複製 即是copy and paste 另一方面就是 我直接刪除了自己 然後傳送資訊 然後那邊再複製自己 這也是另一個物理上的方法 如果是這樣說的 還有沒有呢 大致上其實都是這兩種 剛才所說的 第二個方法 其實有點像fax 但天文學上有沒有說過什麼方法 如果你說天文學上 因為你知道天文尺度那麼遠 我甚至看一些方言片 他們都會想到這些方法 似乎有些方法 似乎有些方法 可以將它在其中出現 如果天文學上 當然是那些很吸引人的題材 叫做蟲洞 或者是有些人 有些電影會說 會不會入足黑洞 會是可以在宇宙的第二個地方出來 如果你不死的話 會是一個所謂的白洞 其實是由天文學家 去研究這件事 但是這些永遠都是 或者暫時來說 都是留於這個理論的層面 蟲洞是不是意思 即是空間上的摺疊 即是好像將一張紙摺在一起 這個就是那個 黑暗片裡面的描述 但這個描述是不是 在物理學上 都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描述 算是一個可以接受的表述 如果你將宇宙 將它想像為兩圍的空間 這樣去理解的話 其實你真的可以這樣想像 補充一句 其實它是一個黑洞裡面的數學解 譬如說 黑洞本身就是廣義相對應的一個解 你想像就是黑洞 基本上進去就出不來 你可以想像 但如果你在另一個情況 可能在很遠的黑洞 其實它們有可能在幾何上面 可以連接著 這是一個數學解 數學解不代表在物理上 必然會發生的 它只是一個可能性 但這裡你已經很多想像空間了 因為很多時候你說 物理科學建基於數學 我都明白到 有數學解不代表現實上 有現實意義存在 但我想在這裡 我想再轉心一點 因為我們似乎 剛才提出了 好像似乎 有多過一種方法 來實現瞬間轉移 將一些東西 由一邊去到第二邊 或者打破中間空間的規限 令到你可以由一邊出現在另一邊 如果剛才說蟲動的例子 真正正地想嘗試實行的話 其實這件事 如果我用一個純粹平常人去理解 是不是很容易做得到呢 我想也很困難 在物理上 第一,有沒有這個存在 第二,就是入黑洞 先說吧 這可能要說多一句 究竟為何會經常說蟲動 是和黑洞一起說 因為我們剛才所說的 其實是一個幾何的解 就是我們當宇宙是一個純粹幾何的活物 在數式上去解 唯一一個我們現在知道 都很肯定存在的一個解 就是黑洞 黑洞的中心就真是 根據這個解 真是斷開了 那個宇宙的幾何 但是蟲動也有這個特性 但是蟲動是怎樣開一個蟲動業 我們怎樣可以不做一個蟲動出來 而可以做一個蟲動出來 是沒有人知道 那你以後 假設我現在教主送你 我想預備一些材料 準備去做一道蟲動的東西出來 那要什麼材料呢 沒有人知道 那起碼你要入黑洞 黑洞基本上就是引力很大 質量很大 其實坦白說 你真的要入黑洞 你不死 其實是一件挺天方夜譚的事 說黑洞 我們起碼就是三倍太陽質量的東西 我們這個太陽加起來 都沒有三倍太陽質量 我們太陽是不會變黑洞的 所以即使你是在黑洞製造一個蟲動出來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你可不可以生存到 在黑洞裏面 而在另一邊出來 或者甚至乎你可不可以入到黑洞裏面 不死而去利用到這個蟲動 都沒有人知道 可不可以想像黑洞 就是可以把一個人吸進去 因為裡面是很dance的 是嗎 就是Gravity很大 就會跌得很快 跌到黑洞裏面的盡頭 是否這樣理解 善叫Larity 但其實你未去到那裡 基本上你已經扯了散 因為事實上黑洞的潮直力 基本上所謂的潮直力 就是整個人 拉你的頭和腳的力是差很遠的 變成一邊拉你的頭向上 腳拉向下 基本上你已經扯了散 兩碼 一頭一尾 如果你的腳跌進去 因為你的腳會接近吸力的腦袋 而你的頭和你的腳是差了一米左右 就是那一米左右 就已經做了一個勢力差 因為拉你的腳拉得大力一點 拉你的頭拉得沒那麼大力 所以有一種靜力 將你的人慢慢慢慢去分開 甚至乎英文去 它有名詞 叫做意粉化 對 所以當時在英文 意大利文也不太知道 這就是怎樣捱過去 應該這樣說 你要製造是很困難 甚至乎你就算有能力 不用你去做 就算它真的在空間上出現到 你是怎樣能夠用你自己的肉質區去穿越它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基本上黑洞就是這樣的情況 你可以想像其實也沒有可能 如果你想透過黑洞 在蟲洞 做到這個瞬間轉移 其實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可能 因為在人體或任何粒子 其實在穿越過程下 發生了一個大的拉力 根本都不能夠存在 另外一個我想補充 其實在現時物理的廣義相對裏 其實任何物料或者資訊的傳遞 其實它的速度都是有限的 它不能快到光速 所以你要很短時間 或者你要瞬間 從一個位置傳送到宇宙 另一個位置就好 或者在其他地方都好 其實你受限於速度的限制 你不能快到光速 所以從廣義相對論底下 就是理解 其實是一個困難 它不能夠做到一個很短時間之內 可以將無論資訊也好 或者實體的東西 由一個地方傳送到這個地方 那這個重蟲能否超越到光速 還是不行 它又不是在這個框架底下 基本上你可以想像 就是一個Tunnel 一個隧道 所以它就不是一個 廣義相對論 一個這麼正常的情況 就是繞過這件事 基本上可以說 因為它的空間接近有一個捷徑 所以你基本上就不需要 照射隔離 是的 這個我大約可以去理解得到 其實我再補充一點 就是其實有很多人都是從事 由理論層面實際實在是不可能的 因為需要去處理那個能量太大 其實就算在理論框架 我聽過一個問題 如果大家知道還有一些更新 可以補充一下 就是在建構一個重蟲理論 就是它的時候 通常都面對一個就是 那個能量密度會趨向無限大 這是其中一個問題 另外在那個黑洞 或者在重蟲周圍的時空曲率 也是趨向無限大 這個問題 基本上這幾樣東西加起來 就是令到你理論上做得出來 你實際上去用 就像現在的科幻片 它會告訴你 不知道為何無緣無故 在木星旁邊出現了一個洞 你又捲過去 但是不要想到這麼天真 你的洞都不是那麼安全 這裡大約就是 我們知道純粹由天文物理的層面 就沒有人嘗試去利用 一些我認識的物理原理去建構黑洞 其實我們又回頭去提過 除了這件事就沒有其他樣了 如果你可以說 揭開這件事的黑洞問題 就是用量子力學的方法 量子力學的方法 假設我有一個系統 它互相有一個關係 例如一粒子要指向上 另一粒子要指向下 這個關係 基本上是指向下 也要指向上 如果你將這兩粒子 那是這樣的東西 這純粹就是它們本身有一個 interaction 即是可以想像一個系統 即我們在衛理學學裡面 是有能力去製造這些 會有一個關連的 沒錯 一批製造 基本上你一個向上就要向下 你那個向下就要向上 你可以把它分開 放在一個極遠的位置 然後控制一粒 令到它向下 那一粒又要向上 所以這是一個有趣的可能性 提出了就是量子力學 就說它可以將一些資訊 由一個位置 極短時間 甚至可以立刻傳送去 無論如何 它們依然有一個關連 於是乎就是你動其他邊的時候 你就立刻知道 第二邊在發生什麼事 所以是一個瞬間的資訊轉移 沒錯 以言格來說就是一個瞬間的資訊轉移 這個基本上在現時 在實驗或者一些測試裡面 都發現其實是真的可能存在 真的可以發生的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量子力學 就是一個 我想唯一一個可以考慮 就是透過這種方法 去做到一個資訊轉移 這樣就這樣說 聽到這裡你問我 似明非明的狀態 但是我一定有很多問題 想繼續追問關於量子力學 怎樣可以做瞬間轉移 我們在第二節繼續說 瞬間轉移問題 五夜廣場真後科學 第二節瞬間轉移 其實有一些東西 由第一節流下來 我都是似明非明的 其實你明白了嗎 我也是好像有點明白 這樣說多一點更好 其實我自己不明白一個位置 就是什麼 我撇開那些什麼 重不重動黑不黑的那些 我當然太能整理 科技上我處理不了 但似乎剛才在第一節最尾 提到量子力學 是給了我們一個希望 只乎他們在量子物理這個微觀世界裏面 是有一套的物質行為 令我們有機會實現瞬間轉移 而剛才文豪有提到一件事 就是說 其實我們如果有能力 製造了一些永遠有關聯的粒子對 那些粒子可能是 真是一個原子也好 或者是一些光子也好 它永遠保留了一個關聯 於是我將它拔開的時候 如果這種關聯能夠繼續 於是我就可以透過他們這種關聯 傳遞一種資訊 你是上時我是下 你是黑暗時我是燒賣 我就基本上就知道了 另外一方 不需要經過溝通 我都知道大約是什麽 但這裏我又想提一個問題 就是 不止一個人提過 就是 我先講一個故事 我假設現在有一個黑波一個白波 我將它放進一個鞋盒 然後我找一張卡紙 隔開鞋盒兩邊 從而令到黑波在一邊 白波在一邊 然後我剖開這個盒子 我一直不打開 我一人分一個 你一人拿一個走 很明顯局現在就知道 一個人拿黑波走 一個人拿白波走 譬如Andy你走到那個樓口 你打開是見到黑波 你都不需要和余海峰溝通 你就知道他拿了白波走 但中間其實就是 沒有現實意義的資訊溝通 就是這樣 是這樣的 如果剛才所說的 一些有關聯的這些粒子對 我又將它拿開了 其實有沒有些甚麼 我不會覺得這件事 是有一些現實上的資訊 瞬間轉移的 剛才你所說的記憶 一個是黑一個是白 其實基本上是一個 已經確定了一個事實 但如果你在一個 兩指糾纏 或者剛才我所說的例子 其實假設Andy 他轉了 我將他的波的顏色 轉了白色 另一邊一定要變黑色 基本上你在改變一個狀態的過程 那一邊都需要改變 在一個配合的情況 他自己把白波從黑之後 就令我一邊自動的 那一邊就會變成這樣 在那個量子世界 這件事是有可能發生的 有可能發生的 剛才我的例子就是 你另一個粒子向上 那粒子就要向下 你強行改它向下 那粒子就要向上 你可以不斷地玩這個遊戲 總之他們不可能同時向上 或者同時向上 這種是一種無軟忽界 我甚至可以說是 超越了我們一般理解 時空規限的一種 一種量子世界的機制 如果我們有能力揭替他 基本上他可以不停地幫我做資訊傳說 我將其中一邊不停地 上上下下左右 那邊我們可以再把它翻譯出來 沒錯 基本上我欣斯坦了解完這個問題 他都不開心 因為他發覺這個問題是有問題的 但在現實我們看到很多實驗 似乎真的發生了這件事情 但我扮我欣斯坦 我想到那個問題就是 你的資訊傳說一定受制於光速 你怎麽相信 如果你受制於光速 其實你中間有東西傳遞 那都是一定需要的時間 就無所謂叫做瞬間轉移出現 一定是需要時間的 是吧 實際上其實在愛因斯坦的 廣義相對論的框架裡面 你基本上是 如果你兩顆子是分隔了一段距離 基本上你都定義不到 什麼為之是同時間的 即是在相對論的框架裡面 只有隔離那一點的時空 無限近距離隔離那一點的時空 的時間才是有意義的 所以你這樣說 所以現在是 即是受制於光速可觸及的範圍之下 所以其實都是和剛才所說的一樣 就是為何愛因斯坦是不開心 其實他有份建立量子理論的 但是其實他到之後 他不相信有量子理論 然後又轉了牛角尖去做一些EPR的論文出來 再去提出一些 譬如是Hidden Variable的理論 即是嘗試提出一些理論 來解釋這個現象 從而令他符合原本 自己建立的相對論的框架 即是和剛才覺得 為何會有量子力學出現 就是因為我們對量子力學的理解 是不足夠的 這個就是Hidden Variable的 即是說有些我們未知道的 有些參數在量子量裡面 所以如果我們知道這些參數 我們便會發現其實那些資訊傳遞 其實是需要有一半的 就透過那個參數來傳遞 沒有所謂 其實就不是因為真是這麼無遠 忽界超越時空地去傳遞 只不過有些我們未知的參數 還未被發現 而最後這些理論 其實以一個麥理人所知 其實也不是很有基礎 基本上來說 如果愛因斯坦在山的話 其實他要知道 現在很多實驗 大致上都指明 其實就是那個資訊 剛才所說的量子 其實真的可以超距 即是可以快有光速 即是順時間可以一邊上 那邊就要下 是的 看到一個地道就是光還未到 他已經知道上下 沒錯 基本上在過去幾年 在中國內地做了一些實驗 他們發射了一個墨子衛星 就嘗試做一些光的偶合現象 即是一個向上一個向下的光子 那是在哪裡做 看地面 那是怎樣的呢 他們是將東西擺在人造衛星 而人造衛星上面是有一個什麼器件 它應該就是將那些光射到某個位置 然後分開它 即是向上的就射到一邊 向下的就射到另一邊 即是它 以我所知它有一個晶體 有一個特定晶體 基本上它說的晶體很有趣 能夠將一顆光撕開兩邊 撕出來它是有兩種不同的 兩個鏡子 一個寫在上面 一個寫在下 然後它們的量子態也有一個剛剛相反的關係 即是它已經糾纏了量子態 它們是一對的 最後出來那對 由一顆撕出來的兩顆孖生兄弟的光子 它們就有一個叫做生靈感應 沒錯 就是你向左時我向右 你向上時我向下 就是一種這樣的關係 譬如詳情就是 我做到這樣的事情之後 我在地面上 即是中國的實驗組 怎樣繼續去驗證探討這個量子的実行為 基本上就是它發現 如果我改一邊的狀態 那邊就會同時改變 即是地面的實驗室 就會改變那顆光子的狀態 它是可以改變的 然後它發現另一邊就會同時改變 即是衛星上那顆 即是寫上那顆 就是它有一個很遠很遠的距離 很遠很遠的距離 而我們可以確知到這個距離是 光速都需要時間才可以 可以在短過光速的 即短過那個時間 所以我肯定是光都未到 已經看到那種關聯已經存在了 似乎有一種就是 超越光速的資訊存在 沒錯 這個純粹如果它知道這個結果 可能會更加不開心 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到 兩支力學某程度上 是可以做這件事的 但是其實它也有很多問題 是需要克服的 我自己覺得 例如就是你 你怎樣可以不影響 那一個偶合的狀態之下 去測量 測量是一件事 另外我測量就是 好像剛才說 我傳了兩個不同顏色的波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但是你想要改變它 才可以傳遞到一些新的資訊 那你有沒有可能 是可以不影響 那個偶合的情況之下 去改變其中一個向上 而變了它向下 它繼續有關連帶 你改一邊就另一邊設計 那邊就突然間可以轉 但是實驗上 這個已經做得到 有這樣的觀察 但是你做到這樣的現象 我們都會看到 這個超距的資訊存體 其實是會發生的 但在實際上 現實真的要做 其實很困難 也涉及到很多量子力學 譬如我們要很準確去量度 一些粒子的位置 或者一些它的能量狀態 是很困難的 沒錯 剛才我們所說的全部都是 關於光子的實驗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瞬間轉移 我相信都是想傳送一些物質 物質的話 你需要量度它很多的參數 譬如它在哪個位置 它在那個位置 它動得多快 因為可能有些物件 譬如你想傳人 或者傳人的動物 它會動的 裡面那些東西不是一個死物 它一粒子有它自己的 所謂的動量 它會動 它有它的重量 如果有位置 但是在這個量子力學裡面 其實有一條理論 我想很多人知道 但是 是的 這個要解釋 就是 如果說那些真的有生命體的傳輸 我們留待遲些的指數 但應該就是 還有一些量子力學的 一些很基本的原理 我們需要解釋 那個是什麼 限制了它的可能性 就是叫做插不准原理 可以用這塊板去 很簡單地解釋 插不准原理的顏色 那些是叫做delta x,delta p 那是什麼呢 x就是它的粒子的位置 p就是它的所謂動量 動量的意思其實純粹是一個粒子的動得多快 和它有多重的量度 那超級原理就說 這兩個位置和動量 它的有多準確 其實是有一個極限的 你永遠沒有可能可以 精確得到這條式的右手邊這個數字 這個極限 就是沒有辦法同時精確掌握一個粒子的位置和動量 沒錯 如果你精確的意思是 它的不差值是零 那是沒有可能的 就是如果我硬把一粒子的位置 量度得很準很準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你就永遠都不會知道 它有多快 而反過來我是狂去量度量度得多快 又想量度得很準很準 於是我就看到東西去了哪裏 就知道 就像下面那一幅圖 但是我們知道為什麼 那些粒子要走這個原理 這個基本上是因為 去到一個很小的範圍 第一是波動性質 波動性質 你知道波在哪裏 其實它有一個很寬闊的位置 那是很難說的 所以基本上這粒子 一去到波動性質 其實我們就很難去判斷到 其實它的位置在哪裏 就是它很清楚一粒在一個位置 好像這幅圖的中間 這兩個圖 它是用了一條曲線 去代表一粒子 因為它是一個玻璃 你就不知道它永遠沒有一個 實際上的位置存在 我想問一下這個原理 是應用在所有的atom 都是可以的 所以其實沒有辦法 如果我是一個人體的話 就將我每一粒的粒子的位置 或者動量 位置就能夠量清楚 就不能夠量清楚的動量 沒錯 或者這樣很簡單歸納一件事 就是說如果我真的想夢想 要在量子物理的層面 利用那些這樣的原理去實現 瞬間轉移 首先就是那個 剛才說的那些偶合的 那些兩次物理 就是那些怎樣前結的兩次物理 和這個插測的原理 就一定要遵守 而根據這些原理 我才可以嘗試想想 怎樣做瞬間轉移 我們這一節先來 我們下一節繼續 真是很科學 瞬間轉移第三節 我們繼續承接我們第二節 講到一些很艱深的概念 我覺得就算物理人 也不是那麼容易 輕易可以學得完 但起碼我有一個印象 就是要從一個量子世界的物質行為 去建構一個瞬間轉移 似乎是有一些基本零件 可以幫我們做得到 首先我要知道 一定要遵守 插測原理 這個當作是一種金科用理 記住 另外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利用 我們對量子世界的認識 可以去製造一些 可以永遠有纏結關連的 一些粒子對出來 一個向左的時候 一個一地行右 你甚至乎那種纏結關係 可以繼續維持的時候 你可以不停地在一邊改 另外一邊就自動 也可以反映到 你其中一邊的相反訊號出來 這就成為了一個 我覺得很有趣的一個原點 似乎可以幫我做一些 有意義的資訊傳送 但我又想問一下一些 一些實務的問題 撿住這些東西 我不管現在現行科技做不到 我撿住這些原理 究竟如果我想設計一個 可以譬如說 我將地球上面的訊號 譬如你剛才舉的插不轉原理上的圖案 我就不想用一個很傳統人造衛星 火箭 火箭形式將它傳出去 即是我知人類歷史上 我曾經想將一些人類想和外星人 說的話就刻在一塊金碟上面 我不想用這個傳統的方法 我想用一個量子的方法來做 令到我可以去到一個更加遙遠的地方 如果是這樣 如果要做這件事的時候 由量子的角度 我要看一些什麼出來 才能達到這個目的 首先你要先準備那些粒子對 你又要將它分開了粒子對之後 譬如你有一間公司去製造這件事 將其中一個粒子包好了 另一個粒子就包好了 其中一個就是要用傳統的方法 送去你的目的地線 即是建立了一個網絡 首先你要有一個電話 你要安裝電話才可以打通 要安裝電話 而電話面有什麼零件在這裏 即是有什麼元件在這裏 那就是其中一邊的粒子對其中一粒 我可以想像的是 我最低效率的就是第一粒 但剛才有說過 那部機產生粒子對那部機有改變 基本上你在任何地方產生都可以 即是你產生了一個粒子 總之我分開它 另一邊的光就拿到一邊 另一邊就拿到那邊 然後基本上你想傳送任何信息 你影響這個 現在你手上我右手這一個 將它由上面下 那那個自動就由下面上 即是我這樣打個比喻 我現在要先安裝電話線 中間的電話機房要先放在哪裏 應該不一定要安裝在我家 我家只安裝電話 你那邊我和你一人一部電話 但中間就是那套傳送系統 可能就是那個機流 現在我可不可以這樣說 我基本上就將一個 不停地產生前結粒子對的電話機房 可能安裝在我們兩個家中間 然後我們兩邊再安裝電話 我這邊其實不是電話 是modem 我這邊就懂得不停地 將我現在這邊想要的資訊 可能是1010的資訊 我就當一是上 零是下 這樣把它翻譯下來 用一個modem名式 去改我這邊的前結粒子 自然你那邊 我這邊1010 你那邊就收到0101 就這樣建立了聯繫 這個例子 其實那個機房是沒有用的 你已經好像是一個 生產兩部電話出來的工廠 生產完之後 我又各自用那個電話 那顆粒子 它本身已經是前結 我和你去manipulate 那顆粒子 是不關於這個工廠的事 其實我寄了一個包裹 是一顆糾纏的量子太極其中一個 我已經送了一套 那套機器永遠有保持聯繫 所以我的機房可以 我已經完成了 有沒有收錢 但我想反過來 退一退問 在量子物理的世界中 有沒有可能製造到 永遠前結的粒子 的粒子堆 理論上 如果你沒有任何外來的刺激 令到它打破了這個 沒有人踩爛那條電話 對 那它永遠 一顆粒子永遠都可以 跟另一顆粒子 是歐咪的那顆粒子 去做一個量子救治 這個很浪漫的 非常浪漫的 除非有些第三者 這樣不是浪漫的 不過實際上 要做到這件事是很困難的 因為你一顆光也好 其實你受到很多外來的東西 可以影響到它 我就是想 就算好像先前說的 我把那部這樣的製造 前些粒子對那部機 放在太空那裡 太空上的光子何其多 我怎樣去大海流針到 我現在大宇宙流光子 我怎樣 這件事還可以做得到 基本上你要保護它好 不過光來講 光去撞光 其實相對的機會率 不是真的那麼大 其實很難的 只要你的距離不夠 不要太長 你的機會率夠低 基本上都可以住 還有粒子是一個真空狀態 是不是應該粒子比較少 如果你的光的密度 或者其他任何的密度 相對來說很多 但是粒子就困難了 粒子一光一撞一撞 基本上就已經改變了 所以現在暫時來說 在實際上 我們仍然在做光的實驗 我明白 你說加碼射線的穿透力 也特別強 因為它能夠撞到其他東西的機會少 對 沒錯 但是如果撞電子和質子 很容易 如果你說是高能量的 所以如果是光撞光 暫時來說是很困難的 所以現在的實驗 只要距離不太遠 基本上你仍然可以保持到 前結狀態的光子 如果我再想信號強一點 我就是不斷持續地 那個電話機房 繼續跟我噴多些 這些孖生兄弟粒子對出來 沒錯 可以傳快一點 如果你不斷有很多粒子對產生的話 再資訊量多了 你不需要等一粒子去改變它的狀態 然後等它下一次再改 你可以很多粒子一起改 只要有一個機器去翻譯 究竟這些改變代表這些一零是甚麼意思 就是兩紫模型 我真的需要一件事 如果這樣說 我又問一個比較蠢的問題 就是我今天想發揮 我有這樣的技術 然後我可以明天安裝好一部機器 從而令我可以把東西 傳到這個文化是意外的星體 行不行 理論上是可以的 基本上這是不受任何時空的障礙 理論上 如果我們想把信息由地球 傳送到仙女座的大星系很遠 基本上安裝的時候 我假設一部機房 放在魚亮上 但是你要有第一粒光子 從魚亮到仙女座的大星系 都真的行二百萬光年 那一刻是要等的 至少要有師傅來安裝 由師傅來安裝那部機器 到你真的可以使用 那一刻是受光速限制的 那一刻是受光速限制的 首先要叫師傅來安裝那部電話 但是當然你進入新居入伙 看到裡面真的已經安裝好 基本上不能打通 總之那顆光子 開頭安裝機飛到哪裏 基本上已經可以用到哪裏去溝通 好像也挺厲害的 我覺得當然是趕快安裝 你早點安裝,早點安裝 這方面又要提到少許 尤其是有幾樣東西我自己都不清楚 具體我能夠這些前幾粒子 可以維持多久 另外裝的時候 那個訊號一定受到很多背景的雜訊所影響 另外就是說 如果我想傳送一些複雜的東西 現在我不是只說1010的訊號 可能是牽涉到更加複雜的東西 甚至乎是一些大件的東西 如果是一個平面的資訊 影響一堆文字 我想上場的資訊量有限 但是大家都知道 如果現在我在現實世界要做到二維的打印 相對是比較快速的 三維的東西就難很多 那你怎樣評價這些 如果我想不是傳送一件平面的東西 是想傳送一件 不要理會有沒有三平面的東西 在一件立體的時候 你怎樣評估那個可行性 我想如果三維一個立體 我還是可以把它變回 一些1010的資訊 只是它是多一些這些資訊 這個基礎應該還是簡單的 1010 不過就是很多 就是量是多了 可不可以這樣理解呢? 但你譬如生物 那你怎樣可以變成一些資訊 如果通常來說 譬如DNA 其實是否都可以這樣做呢? 我想這就去回 你的DNA本身是化學分子 還是再細一點 看回DNA 化學分子 由什麼的粒子 什麼的原子去造成 如果去回原子的時候 其實是否就是 之前我們說的1010的資訊 都能夠表達到呢? 其實如果你任何東西 可以用1010的資訊去表達 其實我們所說的方法 其實理論上是可以的 即是那個modem的制式 這個問題是一個 其實是可以的 任何資訊都可以 是 binary 表達的 是 binary 而已 不過我剛才也補充一點 就是它有個好處的 就是你只要1010 你reduce 這樣的編碼 基本上你就可以傳送到對面 很短時間 但也有個不好處 就是你所說 很容易受很多東西去影響它 那你有少許東西去接觸它 基本上你整個傳送 就是拋湯 我很簡單計一計 因為這些東西可以計 我相信 平面的一個資訊量 如果進行到一個立體的東西 其實那個難度 會是多多少倍的 如果你們要評估 你可以簡單地說 譬如一個死物的 我當全部都是用同一種粒子 去導致一個死物才算 其實在平面來說 就是每一個粒子 它有頑同直兩個左邊 是位置的 是位置有頑同直 當它不動是死物 不動就是頑同直 所以你有多闊 你就成為每一個粒子有兩個 但如果你是三圍的話 就有頑直高 每一個粒子要知道實際的位置 或者知道那個位置有沒有那個粒子 所以你的資訊量 就越高維度就越用指數去減少 簡單地計 可能橫有100粒 打直有100粒 在二圍上已經是100乘100 在二圍上 第三圍有賣的時候 你就是100的三四方 你100乘100 100萬 即是由100多了 當然如果是一個粒子世界裏 100粒是很碎了的東西 可能比一個化學分子大小小的東西 但如果說你隨便一個 不要誣人 我只是說一隻杯 你將它這個杯的量子資訊 想希望用這種機制做一個3D打印 在一個線理助星系列裡面複製出來 你可以想像到資訊量已經是非常廣大 你所說的粒子數量是以摩爾去計 10-23次 是 每一個大分數是10-23次 起碼這樣計 10-24次 最後可能是10-70次方 大小的資訊量 只是死物 只是死物 這裡我再說 由死物到活物 我們給了一個細節 活物應該是更困難的 難的地方在哪裏 我待會再請教大家 好,我們到第四節繼續講這個瞬間轉移的問題 下一次繼續 好,真是很高的 瞬間轉移來到第四節 我們希望用一個盡量淺白的方法 打一些的比喻 讓大家知道 在量子世界裡面 都可能有一些存在的法則 來幫我們做一些無軟弧界的瞬間轉移 當然,實際上的可能性 我們就知道不容易 資訊量會很大 但我們不得不避一個問題 我們先前嘗試說 一個單一粒子的資訊 然後去二位面 和三位的見證 只是死物 難度是多了多少 我想說 如果想一些有生命的東西 我很想自己都可以瞬間轉移 第二天又回來 徐隱瞞了道理 如果我想探討這個問題 有多可能難不難 由哪裡開始講起 我想這個可以由 如果是一個生物 這樣才算 我們看來每一粒細胞 都有活動在裡面發生 那些活動就是那些粒子就會動 這個動作可能已經帶來 新一重的資訊 可不可以這樣說 一個固體的話 就只是一個位置的資訊 如果裡面有些是動作的話 動作有動作資訊 其實要加多三維動作資訊 因為它可以是環直高地動作 三個方向 亦可以有三維的動作方向 所以三個的速度方向 再加三個位置的資訊 基本上六度的自由度 你去基於一個粒子的 一個粒子的兩支資訊 是 如果我們將這個問題放入人 因為我們一直想說 可不可以將一個人 活生生的人 去做一個資訊 起碼你複製了 以至你能夠將資訊 傳到另一個地方 而人的資訊 可以說誇張得很重要 因為我們剛才說 atoms才算 我們每個細胞 就大約有1乘10 14次方 這麼多粒atoms 其實14次 這樣就是每個細胞 但人體裡 就有3乘10 13次這麼多粒細胞 即是三十多小粒細胞 是 加上就是13加14 即是27次 十幾二十七次 就算是整個人 不是整個細胞 但也不包括我們體內的細群 不包括我們細胞與細胞中間的形體 都未爆 但你先當那些是少數 我們先當它先掃除 估計是 唯有這樣 你掃除它會不會死 會的 你當問題比較簡單 那就是十幾二十七次 對應這麼多粒子 在人體上的資訊量 再將它放入量子的modem 那裡去傳 代表6個decreate 剛才就說了 所以加到一個0 那數字 很大 如果這些數字 這麼大的時候 究竟會造成什麼困難 我想最大的困難就是 你要極大量的資訊 例如說很多很多的1110 你都未必傳到一粒粒子 或者一個細胞內的粒子 我想要講一些現實數字 你現在講我們這個世代 去download一些資訊的速度 如果在家裡能夠做到 就是說每一分鐘 能夠說到1個decreate 其實你已經是用得很快 你家裡的modem已經是非常快 但是現在講的是 十的27次方 再扣起十的9次方 其實是等於十的18次方 那麼多的decreate 的資訊量 要將它傳遞出去 其實都是非常大的數字 基本上這個傳的時間 就不用 基本上你不用怎樣的時間 即是立刻開始傳到 但問題是你要改它 你要將它放上去 影響它 其實那才是最困難的 即是當現在有一個量子的技術 它的改變 那個量子態的速度 是和我們現在用的對快的router 是一樣的 即是那些data rate 要快 十的18次方 我們很簡單地計算一下 宇宙的年齡 是這個13 即130幾億年 即是13個billion 即大約是這個 17次方 是的 你成為一年的時間 其實是你要由宇宙誕生的那一刻 開始傳這個訊號 傳到現在這一刻 都還未傳完 OK 都頗絕望 當然我可能會想 隨時更多平衡地進行 加大 bandwidth 這些都可能是一些方法 我想說到一個問題 其實現在的生物學 我們拿這些資訊也是一個問題 即是剛才所說 好像我們已經拿到資訊 但其實這個scanning 是很難做的 我們現在有的一些技術 就是我們可以去到一個 粒子層面 或者原子層面的scanning 但就要用一些電子的顯微鏡 一些穿透性的電子顯微鏡 即是你做分子生物技術學 你何時會用到電子顯微鏡 來看甚麼 其實我自己用過 是看一些蛋白質的樣子 是可以這樣做的 所以我們也有這個技術 但我們做這個技術的時候 其實是用一些很薄很薄的sample去做 所以你想想 如果要將人用這個技術去看 就是將人切片 切得很薄很薄 我才可以探測到資訊 但切的時候已經死了 是的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想傳一個活生生的人去另一邊 但會弄死了原本的技術 以及以我現在所知 就算醫學上 雖然我也知道 有一些是不需要將人切片 而是將人做三維鏡的技術 但那些就應該不可以做到 那些層面比較低 就不可以像你說的 可以在一個粒子層面 都量得清楚的那些層面 對,去不了 你CT的那些 其實都可以做一個三維全身全鏡 但是就未夠準 去到這一種的層面 就只是用電子才做得到 暫時來說 所以問題就在這裏 你一定會弄死了原本的技術 這樣才可以傳給我就好 那為何要弄死我呢 不過如果你那邊可以重組 那個人出來 那其實原本的複製死了也不重要 其實我也挺害怕 例如我由頭開始掃到下腳 現在最慘的是 我現在掃到頭一邊 但另一邊正在重組 然後還有很多部分 還未傳到過去 那我能否維持到 那個僅有傳輸部分的生存呢 這真是不知道 而且我也很疑惑 如果在另一邊重組出來的時候 我們用甚麼方法重組呢 我們經常說是3D打印 但3D打印的尺寸也不是很高 可能是0.0多mm 但你所說 mm已經是很闊的 對,很闊的 我們一個細胞的直徑 也只是100個micronometer 大約是0.1mm 一個細胞的直徑 一個細胞的直徑 我們都知道 這個現在的3D打印技術 就一定不能再建造一個真人 所以我會看到有很多 幸好還未傳 幸好還未傳 如果不是那邊 我會刷不到 我刷到一個很概括的 就不是你了 我想 還有一些有趣的 記憶可不可以透過這種方法傳送 例如我現在的記憶 其實儲存在甚麼裡面 我可不可以透過這種方法 可以傳到另一邊 又保持你的記憶 意識又可不可以還原這些資訊 又可以傳到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未解之謎 我們現在一邊討論 似乎是將人可以看成一些粒子的訊息 一個粒子的訊息 總之我們有些資訊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預設是挺大的 我們沒有想過 會不會有一些粒子以外的東西 而我們沒有掌握 我第一件事想到 可能是那些神經裡面的電池訊號 原來是組成記憶的一部分 有些人甚至會說 裡面有一些實在的分子結構物質 也是一種記憶儲存的認識 這些東西你一定要了解清楚 全部包下去 才知道哪些資料是值得傳 哪些不值得傳 剛巧我那陣子是感冒 你也刷入病毒 其實我不太需要 我想令那些是不患病的 copy 我真的明白 裡面還牽涉到人體的認識 是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掌握感冒病毒 那是否叫做你的最好的 copy 我不介意沒有 不過我聽起來好像 因為現在3D打散 似乎都可以製造一些活生生的器官 應該是製造一個器官的框架 但還是要放一些細胞 所以其實那個誤差容忍度也頗高 至少不會去到插不準原理那麼小的極限 但是我便想到 就算我不是很準 因為細胞裏 基本上那顆水在這邊和那邊沒有分別 其實也有一個容忍的誤差度 我想如果是一個bonding 可以構建得到 例如幾個armtron的誤差 我猜是可以的 但純粹是一個估計 實際那顆蛋白劑也好 那顆水也好 是否真的OK 似乎我們人類是不需要 即是仍未去到 撞到這個理論上的極限 我們的技術上已經是 我看坊間 如果你看到很多科普書 都不是很多去探討到這個層次 因為我覺得是很遙遠的問題 即是理論上極限 和我們現在的技術上極限 其實已經是很遙遠 是的 因為我們在生理學上 其實都很少人去研究 這個teleporting 這個瞬間主義的問題 因為我想在物理學上 似乎我們都未完全地理解 或者完全地可以把一個 真是一個particle 或者很多的資訊去傳遞 即是單一粒子的量子資訊 我們有能力做到teleportation 但也不要說到一張 一個量子打印 即是量子的一個影印機 去將它由一個位 傳無遠分界 傳到宇宙另一個角落 其實這裡也看到 整個的瞬間轉移 為何還停留在一個科環的層次 就是我們有一些物理上的原理 似乎那些物理原理有部份 是可以我們實驗室裏面 能夠操縱到的效果 而是一個很簡單的系統 我們也有少許的頭緒 即是相比於那些什麼 黑洞的想都不用想 但是在那個EPR Paradox 那些量子前見 我們經常可以去用一道 可以部份傳輸一個單一粒子的資訊 但剩下未來世界 如何做到二維三維 死物到生物 我想就是一個非常遙遠 暫且用這個來作為 我們瞬間轉移這集幾個小小結論 我們下一集會有其他題目和大家分享 請大家繼續